它那個味道一直上來 那種臭豆腐會感到 把臭豆腐打一支 在北京的這幾天 閒來無事 那就來試試傳說中的豆汁吧 喝豆腐之前 先來到黑瑤廠街這家 非常有名的糖油餅 別看他這樣 這裡可是很多老北京都會來的 每天都要排隊呢 糖油餅是最正宗的北京早餐之一 在油餅上加上一份含糖的麵糰 去炸個30秒 來到這邊除了糖油餅必點之外 豆腐腦也就是鹹豆花 也是必點之一唷 好 抱歉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吃這個最有名的 這什麼 糖油餅 雙糖糖油餅 太食物了 我來吃喔 我來吃喔 糖油餅開箱文 這就好像 就像麻糬 麻糬 但是沒有這麼的軟軟的麻糬 麻糬 對 有點沒有這麼酥的麻糬 焦化的糖 淡淡的甜 明媛樂的糖香氣 阿絲 吃完超好吃的糖油餅後 接下來就是鼎鼎大名 惡名招商的 在哪裡 在這裡 老慈七口豆汁店 不是豆汁 是豆汁 那個灰灰香豆漿的就是豆汁 豆汁以綠豆為原料 經過煮熟 磨成粉 再澱粉分離 最後發酵而成 它喝下去就是 臭豆腐味道 豆漿 它那個味道一直上來 那種臭豆腐的感覺 把臭豆腐打給汁 就是把臭豆腐打給汁 好臭喔 等一下 好噁心 噢不行 永遠都這麼多人要喝豆汁 我實在不了解 欸你不舒服喔 喝了之後覺得胃好痛 就那麼一口 一小口 我覺得我要死了 本來是來喝豆汁 永是來喝豆汁 現在我要成烈士了 所以啊你看 不要輕易嘗試豆汁 對 一口就好 好 好